這個內容我都覺得值得支持 其中有幾部份大家關注到的 包括說是立法會議員在宣誓的時候 怎樣處理奏唱國歌的問題 剛才我也有聽到局長的回應 我自己都會看到其實整個儀式 如果他在這個版本裏面的寫法 他是依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要求 在那個情境底下奏唱國歌的 所以宣誓的儀式裏面奏唱國歌 我自己個人的判斷 我覺得是有必要即將宣誓的立法會議員 他是要尊重國歌的 我想整體的情況就是 最重要如果出現一些個別的情況 譬如真是有立法會議員不惜 或者他真是在交通情況改不到回來等等 就要有一個給別人一個合理的情況 就是他不是故意透過一些形式去令到別人覺得他不尊重 或者甚至是一種變相的一種侮辱國歌的行為 我想整個國歌法最主要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公開故意侮辱國歌 其實這個是一個主旨 如果譬如立法會議員他會不會某些行為被視為 違反了國歌法呢 也有分在議事廳裡面和議事廳外面 議事廳裡面發生的情況 我相信會由立法會主席去作出裁決 究竟這些行為有沒有一個相關性 即是說當我們執行在議事廳內有人奏唱國歌 而又相連到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和宣誓及聲明條例 甚至就是基本法的104條 以及以往有關於宣誓的司法複合案件法庭的判決 我相信無論在普通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104條的釋法去看 都應該看到一個類似的觀察 就是在尊重國歌的行為我相信會有一致性 即是說其實我就呼籲個別的議員就不要想 是用一些奇招或者再走一下法律 會不會這樣就不會出問題 其實第一真是不值得 第二在政治倫理是應該作為立法會議員 是要懂得尊重和遵守國歌法 在法律上也不可能列出所有的情境 說有這麼多項就沒事 是不可能的 因為其實在所謂貶損、侮辱 即使在普通法 我們是有很多成熟的法律原則的 他可能在其他的案件裏面都討論過 甚至有判例說過什麼為之貶損和侮辱 但不可能是列了所有的情境 唯一的指標就是一個合理的第三人 會不會認為你是公開故意侮辱 因此立法會議員也都是一樣 大家我相信無論從立法會主席 無論從將來如果萬一出現一些偏差的行為 法庭會怎樣看 甚至監視人 你會看到其實看回已經判了的 關於宣誓的司法覆核案件 到最後最後當然究竟一個宣誓是否有效呢 最後最後都是由法庭裁決的 所以究竟有關的行為 你做了一些行為 你不出席 不出席是怎樣不出席 會令到周邊的人 或者公眾 怎樣去理解你的身體語言 或者某些行為 大家我相信都會用一個合理的第三人去判斷 究竟有關的行為 是否一個故意的行為 是否構成在客觀上是一個侮辱國歌的行為 以及甚至影響了宣誓的有效性 我相信當我們會進行的《National Anthem》 進行的《National Anthem》 進行的廳 有很多建築的指標 在於如何去判斷 如何去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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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Anthem》 我相信 他相信 在《National Anthem》 尚門通常 在《National Anthem》 中文通常 也相信 證實在想像《National Anthem》 中文通常 以《National Anthem》 以通常的法定 和《National Anthem》 以通常的法定 以下 我信心 有一個常識的 法定 第第三個 有關上的法定 即可 whether someone's behaviour carries the intention to deliberately insult the national anthem if one is a legislator would be he or she is going to take the oath according to the bill I can see that the requirement or the ceremony of national anthem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 of the oath and declaration ordinance so it may also be seen as a part of the whole ceremony so how to adjudicate whether an act which has been seen by the public or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leggo as well as if there would be a court case by the judge whether it forms an act which has breached the national anthem by behavioural insulting whether it is deliberate I believe that would be the moot point if in case a behaviour has to be put in front of the court However, it is still quite delicate and I think it is quite clear that a legislator cannot be seen to be deliberately insulting the national anthem it may also lead to certain kind of adjudic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hich may include asking the concerned person to leave the chamber so which may as a result lead to the loss of the chance to declare or to make the oath so I think one has to be very serious about whether they would like to respect the national anthem according to law and according to political ethics I think a legislator should respect our own national anthem as well as should behave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would be seen by the public that they respect the national anthem Mr.Santhi's opinion I will ask that for the final due to the federalism you would be sent in to the federalism how can you explain in your reference why not need to remove the national anthem if he's used to take a vote when he can see that the federalism I am not told that I wasn't told that it was aollaism that was already going to leave the national anthem 理解不了 我是說 如果根據現時的寫法 其實《奏唱國歌》 都一樣在草本有提到宣誓及聲明條例 即是說 他們將會在宣誓的儀式裏面出現 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我們只會看宣誓的部分 即是說 宣誓時的內容 他有沒有故意忽略或拒絕宣誓 而如果在宣誓的情況 他緊接是有《奏唱國歌》在之前的 在整件事裏面 可能就未必只看宣誓 而是會看在《基本法》 和相關的立法會條例 其實一個立法會議員 我們是需要保證效忠《基本法》 也都要效忠《一國兩制》 我只是說 看回過往普通法的判決 這個並不是在釋法裏面提 而是看過去普通法的判決 對於宣誓 無論在哪個法律傳統 就算普通法的法律傳統 在2004年已經有判決 其實是非常之嚴格 是一些偏差都不可以有的 所以用同樣的法律傳統去看 我相信我相信如果有機會 有關一些是否尊重 或者侮辱國歌的行為 出現在一些即將宣誓的人士 他可能要就任做立法會議員 我是指無論在普通法 或者在中國法律的角度 在基本法的角度 我相信都不會看到很大的分歧出來 應該那個要求會是嚴格的 會是一致的 也都應該會是不可以冒犯國歌 這個要求無論在政治上 還是法律上 我相信都會看到同樣的一些結論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個人的一個判斷 延長檢控時限那裏 其實你認同是需要或者是必要的 延長檢控時限呢 那我都看回過往 近期在立法會的一些延長檢控的條例 那其實在2018年 我們在討論那個僱傭修訂條例草案的時候 我就看回一些會議紀錄 亦都有個別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其實也是泛民的議員 是認為呢 因為可能在檢控取證的時候會相當困難 所以亦都提出要延長檢控時限 那所以取證困難 或者是有些特別的條例裏面 是會容易一些出現這種情況呢 我相信呢 我相信並不是特別例外 之前還有一條呢 就是搶職金的修訂條例草案呢 亦都是延長檢控時限的 那這個呢 亦都是考慮到呢 可能在取證上呢 是有一定的困難 那我看回這些的過往的案例呢 或者我們以往的做法呢 那我就覺得在國歌法裏面 經過政府的判斷呢 在取證上可能呢 是需要長這麼多時間呢 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那整體來說呢 其實國歌法在過去一段時間 爭議比較 說爭議性大的部份呢 其實我覺得在這次拿出來的草案呢 都應該寫得不錯 我認為在大方向呢 是我們一定會支持的 李議員其實想問回 那剛才聶局長很清楚說 那這條條例是不會有追溯力的 那所以呢 首先在政治上 就不應該用任何這些 秋後算帳這些字去說 那第二呢 兩年的檢控時限呢 我想過往呢 大家都知道在一些大型的事件 包括佔中那些 都是用了很長的時間 才是作出點控的 那事實上呢 牽涉到一些群眾的行為呢 那個取證是困難的 那所以你做了一個行為 是在那個立法生效之後呢 就不存在秋後算帳了 你自己做的那個行為 已經是立法說了給你聽 這個行為是犯法的 只不過人家可能在取證上要延遲呢 那個就是一個合法 合理的時限內 那我不覺得這個是有什麼問題 是 在宣誓的司法福利案件裏面 法庭是有一段很清晰的 至於一個立法會議員 候任的立法會議員 他的宣誓是否有效 最後是由法院決定的 所以在任何情況 其實都是會最後有機會去到法庭 作為我們立法者 我們是希望那個草案是越清晰越好 雖然是不可以列出這麼多的種種情況 因為立法是不可能這樣列出種種情況 始終最後一定是由法庭去根據法律的精神 和原則法律的條文去作出判決 我們就認為有一些的問題 如果現在大家是基於出了 公佈了的版本的一些字眼內容 提出問題 我認為在我們那個草擬委員會 討論的期間是值得提出的 正如我們都會經常提出 在一些選民之間 希望盡量令到公眾和相關的持份者 特別現在大家關心的 可能即將從政的人士 或者現在是從政的人士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清晰的了解 這個我覺得是需要的 但是是否每一個澄清都可以是用法律的條文去做呢 這個就未必做得到 但是你說在草擬過程中要問清楚些事情 還有如果真的有人指出了一些字眼 是可能帶出無寧兩可的情況 大家其實都願意很開通的 很開放的去討論 所以我覺得現在還有一個 起草委員會的 我們大家討論的過程 大家如果真的想到一些 我們都認為值得關注 甚至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這些在這個過程中都是適合提出來的 那些地方呢 哪些地方呢 你覺得其實真的要討論 你看完會的人 你現在經常發言 那你自己覺得那些地方 你覺得 有位其實可以討論 或者可以討論 或者可以討論 會是難的 我想剛才我講的 就已經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在立法會議員宣誓的過程 那個是國歌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 即是同時其實會適用於在整個的儀式 因為那個儀式裡面會包括就唱國歌 那麼就唱國歌的部分呢 就會是根據國歌法去執行 就宣誓及聲明那部分呢 就會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去執行的 那麼這兩部分 如果是一個 算是一個同樣的儀式 那麼我們立法會的主席 和我們的議事規則 我們在什麼情況下 會怎樣執行呢 那麼這些其實大家可能需要 都有機會要作出一些討論 還有令到 個個持份者都會是更加清晰的 那麼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一定會在立法的過程中 大家會討論 如果根據宣誓的司法覆核的判決 法庭是很清楚講的 我們最關心的當然就是一個宣誓是否有效 所以宣誓是否有效呢 一定是由法庭去講的 即使在立法會主席 他根據議事規則 他可能是甚至被書長 他做了一些的裁決 你看到呢 在宣誓及聲明條例的司法覆核的爭議 其實最後執法呢 都是由律政司 最後是拿到法庭的 那麼國歌條例呢 亦都是同樣的性質 因為他並不是 只是適用在我們立法會議事廳的議事規則 他如果真正要執行國歌法呢 就是由律政司那邊去執行 如果真是一旦出現爭議呢 剛才你們提到的不同的情況 那些法律的概念是怎樣解釋 有關的行為是否構成 是侮辱國歌 侮辱國歌 侮辱國歌在一個議事廳裏面 進行宣誓的儀式 出現了的時候 究竟會帶來什麼的後果 那我覺得這些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是談的 但是呢 我看到宣誓及聲明條例 和國歌法呢 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宣誓及聲明條例是很清楚 如果一個人去拒絕或不略那個宣誓 那他就會喪失他議員的資格 那在國歌法呢 在奏唱國歌的時候 如果議員他是不尊重 甚至可能他的行為是被視為 違反了國歌法 究竟是會怎樣處理呢 那這個呢 我覺得在現時我的判斷呢 就是在議事廳裏面 就是由立法會主席 他根據議事規則去處理 如果在議事廳外面的行為呢 就會是交回給政府 然後有需要的話 就會交去法庭去處理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我想由你們去問我 因為基本上我是覺得 這個國歌法的草案呢 我看到其實他主要都是希望 是教育性質 那你會看到很有爭議性的部分 包括在廣播 關於廣播的條例 和在教育 在中小學的那個要求呢 其實他都是要求 用教育的指引 和現行的廣播條例去處理的 是沒有特別額外去增加了一些的處罰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叫做法律適應化 是將它令到是參考了國旗條例的做法的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預計到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你說 等一下 我給他先問 sorry 你說議事根據地區處理的決定 但是宣誓之前應該是未屬於處理的 那對方應該是一個決定的 誰去負責宣誓就是監製人 就是誰去根據議事規則裏面去執行議事規則的人 就是那位去決定的了 但是這個呢 始終只是局限在議事廳裏面 議事規則的部分 我說法庭的判決已經講得很清楚 最後有任何爭議 始終都是政府和法庭去作出最後的裁決的 請 irrig reptile 請問 請問 請教! 本日為国陷阮上找分析 寫定的 還巴仁 kt 如同樣地行為的行為、互動及的行為 同時會主意、行動及行為行為的行為 及行為行為的行為 未到,行為行為行為可行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於民族的秩序 第二部分是秩序的行為行為各個司法 so the two different parts will be given by two different ordinances the first part concerning national anthem will be governed by national anthem ordinance and the second part in terms of the oath it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oath and declaration ordinance it is clear that whether an oath is valid or not it is governed by the oath and declaration ordinance and the ultimate adjudication power is left in the hand of the Hong Kong court it is quite clear in the precedent concerning the oath scandal the court has laid out a very clear principle that in terms of whether an oath is valid or not the final decision and adjudication power is in the hands of Hong Kong court so that means how to execute the national anthem ordinance as well as the oath and declaration ordinance in fact both the DOJ have a role and also if the case really goes to the court then the court will have a role and I believe the court will rely on the two relevant ordinances to determine whether a behaviour of a particular person or legislator would be whether they have breached the national anthem ordinance and in part two whether they breached the oath and declaration ordinance in terms of part one that is the national anthem ordinance if a legislator would be breached has been seen to have breached the ordinance then it will be up to first of all the immediate act and decision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witness of the oath and the person who adjudicate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o it may als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owever if the act goes beyo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then definitel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a role and also the court has the final say so that is my observ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dinance in future if it goes to the part involv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owever if it goes to the part involv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在宣誓及聲明條例 它說的是宣誓 如果我們希望在莊嚴的儀式 在國歌條例通過之後 在立法會 行政會議等等 要宣誓的時候 要奏唱國歌 自然國歌法就會適用在奏唱國歌的部分 這個不存在重疊的 只不過是說你出現在那個部分的行為 或者一旦人是爭議的時候 你就會根據國歌法的規定去執行 其實兩條條例都是政府也有執行權 法庭是有最後的裁決權 我希望 我呼籲第一 我希望我們盡快可以通過這個國歌條例 避免出現這些情況 我更加呼籲大家不要在這個階段 你會利用這個法律的時空去侮辱 公開侮辱我們的國歌 或者就是急急忙忙地去做一些二次創作 去可能會是侮辱我們的國歌 因為有很多時候你創作了之後 那些人就會在互聯網那裡不斷去廣播 那會不會廣播到內地呢 因為在內地來講 已經是全國生效了的國歌法 其實在理論上來講 國歌法已經在香港適用的了 不過在實際的實施上 我們要等香港當地的法例通過 而我們覺得沒有追溯力 其實已經是一種寬容寬限 就不要逼到大家 一定要再去討論追溯力的問題 那大家應該是接受 現時我相信政府提出來的建議 那就不要故意去衝擊這件事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再提出 如果你在這個階段 我們制定法例的時候 出現很多侮辱國歌的行為 那會不會有關的看法 會令到有些人去改變呢 我們都不希望出現這些複雜性